大家好我是軒老 歡迎來到煙雨江湖 那在之前前幾集的內容 大概幾乎把這個遊戲前40集 大概你會遇到的一些攻略 或者是一些小技巧 不管你是開局的選擇 隨從的搭配 或者是一些 勢力的分析 還有一些各式各樣 比如說資源的取得 還有一些隱藏點 像上次 之前有介紹的野外四天王 就是你平常刷圖可以刷到一些 進階武學或者是一些裝備 那前面有些問題的話可以去參考一下前面的資料 那這個遊戲老實說到現在 很少有兩個東西被人家提及 那基本上討論區大概都是 討論一些經脈啊 隨從啊 主角啊 地圖啊這些 我覺得有兩個東西就蠻重要的 就是今天來順便來講一下 就是我們的一個武俠遊戲怎麼可以沒有煉丹呢 那一個武俠遊戲怎麼可以餓肚子呢 所以今天最大的兩個東西 就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料理方式 還有我們的那個煉丹的配方 大概就這兩個 然後最後因為我們40等了嘛 目前我們現在是幾等了 41等了 那今天就加入我們的拘魂格 到時候來看一下 我們那個拘魂格到底長什麼樣子 OK 那先來介紹一下我們最詳細的料理跟那個 配那個煉丹 料理的話大家應該不用講了吧 在九樓這邊 九樓進去之後這邊會有個爐灶 就是可以煮菜 那煉丹的話就是去隔壁的藥鋪這樣子 那來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最詳細的那個菜譜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是我們那個 我找到一個 製作精良的一個路板的一個網友 那個一個菜譜 他寫那個阿賢的菜譜還不錯 他寫得很詳細喔 那這個遊戲齁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體力應該是 最稀有的一個資源 因為它基本上四分鐘 就是恢復一點體力 基本上大家都是一樣 而且如果你不是課金或是那個的話 基本上體力來說都是固定的 你每個人的體力都是那個一樣 就是四分鐘上限一次 那你要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別人取得更多的體力 那就是吃我們的酒食 那酒食的話 就是按照我們的那個料理的方式 那看每個料理 然後每個料理都會有增加額外的體力 像一開始的那個包子 可以增加兩點體力 然後之後還有更進階的話 有增加四點體力的 那像我今天做羊肉湯 就是八點體力這樣子 那隨著你的那個主菜的等級不同 而有所上升 今天可以來實際那個嘗試一下 好 那來看一下我們最詳細的一個菜譜 就是我們找到一個很不錯 他還特地做了一個那個圖板這樣子 阿賢的菜譜 那可以看到 之前我們最早以前是這個 那個刀切饅頭嘛 然後就是兩個麵粉 體力再加二 這個遊戲齁 你每吃掉一個 你每吃掉一個90 它的那個飢餓度的回復值 都是那個 不管你是吃什麼東西都算一個 所以你吃一個的回復1 跟吃一個回復8 那個就差很多了 你跟別人每天如果差一點的話 加起來每天的體力就差很多 所以你每天吃冰糖葫蘆 回復體力就只加1 那如果你每天喝羊肉湯 體力就加8 那如果你一天如果吃個五六個的話 你一天就比別人多五六十的體力 所以其實加起來真的蠻多的 好那這是那個菜譜 如果有興趣的話 攻略基本上也都會寫啦 那有些攻略寫的比較簡陋 他只有寫到體力加8 那這個菜譜是我看到 比較詳盡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個冰糖葫蘆啊 倒線滿頭這就不用講了 他那個用那個紅 紅字弄起來就是比較熱門 在你當時剛可以煮的時候 比較熱門的東西 像那個爆蝦菜心 就是青菜再加和蝦 他體力可以回復4這樣子 那這不是重點 來來來來 我們怎麼可以只恢復體力回復4呢 來看一下 我們像我目前的主菜等級的話 目前是大概幾級啊 我看一下喔 目前我們是十級 十級基本上我好像只能做到羊肉湯 這裡我做羊肉湯 所以最常 他紅字就是CP值比較高的啦 比較做起來比較舒服 又比較不會花錢的 像我一開始做那個肉末茄子 豬肉1然後茄子3 那買起來的那個體力值 那個恢復體力只有6 然後豆腐的話體力值7 羊肉湯的話基本上你只要一個羊肉 再加一個辣椒 然後可以體力回復8 這個是CP值最高的 目前來說CP值最高的 然後粉蒸牛肉的話基本上 這個我今天試過還不能做 那個等級還不夠高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你是廚藝大概在十級以內的話 都先做羊肉湯 一個羊肉跟一個辣椒 然後用燉的就可以做了 那今天我們來做一下 那後面的話還有很多 什麼那個紅燒兔肉加13 東坡肉加14啦 什麼宋少魚羹啊 加16還有什麼雙龍細豬加18這種 所以這種的東西都是後來都可以做的 那紅色字是 那作者覺得材料跟CP值來說比較高 就是搭配起來比較OK的 那大家可以去那個做個斟酌 我是覺得紅字做起來比較舒服 尤其是這個羊肉湯超 那個超超簡單 羊肉加一個辣椒 基本上羊肉跟辣椒去哪邊買 你就直接去那個洛陽 齁羊肉跟辣椒超方便 直接在洛陽就可以買 那個王屠夫這邊 每天刷新的時候記得去買五個羊肉 買完五個羊肉的時候 隔壁那個蔬菜店 欸不是蔬菜店是雜貨店 欸雜貨店是這個嗎 啊這個 攤飯 來這邊有辣椒 買一買 五個辣椒配五個羊肉 你就可以做一天你就吃五個羊肉湯 基本上你的體力就可以回復40 那做的話就去我們的那個 來灶台 然後烹煮 選食材基本上就是 一個羊肉配上一個辣椒 就這樣然後用燉的 走 就這樣煮很快 然後這個基本上不會耗你什麼錢啊 羊肉好像我記得280文錢吧 辣椒不知道120塊吧 加起來300文錢 300文錢可以讓你回復8點體力喔 怎麼算我就覺得很划算 所以那個前面那些什麼包子啦 什麼蝦什麼蝦忍啊 那些都不用做 直接跳那個 你看羊肉湯這樣就做好了 花300文錢大概就可以做個羊肉湯 然後羊肉湯 一次可以那個回復8點體力 所以你看我這樣吃吃吃 這樣我就回復24點 所以你每天比人家多吃8點的體力 基本上你的那個遊玩程度 跟你的等級就會升比較快這樣子 這也算是你跟 一些大部隊啦或者是一些 就是比較前面的玩家 為什麼同樣的天數 為什麼你的那個資源比比較少 就是差在這裡這樣子 OK這就是那個 我們的菜譜 那再來是煉丹 我們來看看煉丹 一樣在那個旁邊有個藥鋪嘛 那這是菜譜的部分 菜譜的部分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就是 從最前面好了 冰糖葫蘆這邊是1嘛 然後刀切饅頭這邊 那一開始的時候 零幾的時候你可以先做這個 一個青菜配兩個荷蝦 那我建議是可以直接跳羊肉湯 羊肉湯真的是 CP值我覺得超級高的 體力值回復加8 那粉針牛肉我現在10等不能做 我這不知道要到幾等 可能要到10級20等才能做吧 然後後面就是這些 那這些那個 上網也可以查攻略啦 那 只是他們都是用文字檔 那這個是圖檔比較詳細 還有那個熊掌 好 那再來是丹藥 丹藥的部分 你去上網查也OK 那丹藥部分 只是要講說 如果你 就是 帶他玩這個 如果體力用完的話 基本上 把每天你會 就是 就是採集到的一些 那個素材 基本上 全部把它煉成 煉成 織織丹 跟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順麥丹 那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丹藥 基本上都是甘草為主 甘草的量占很大 基本上每一個 那個 丹藥 大概都會用到甘草 而且甘草的量 用到的都很多 那 斧藥的部分大概都是什麼 當歸啦 枸擠啦 扶林啊 什麼 金銀花 鹿龍這些 那 有些丹藥是可能戰鬥的時候有需要 有些丹藥可能是拿來解讀 那最重 有些丹藥是可以拿來加學 然後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 最主要的 我們的丹藥要練的 都是練織織丹 什麼叫織織丹 就是可以永久加我們 那個 角色織織的東西 比如說什麼五點貝利 什麼大力丸啊 靈虛丹啊 明慧丹啊 什麼 真龍丹啊 這些 可以加永久之子的優先做 所以你看 甘草 一般大家都會那個 收集 那枸擠啊 然後這個什麼 杜仲啊 當歸啊 扶林啊 金針花這些 不是金針花啦 那個鹿龍這些 這些之子丹 能的話就盡量做 只要你有空的話 那再來是順賣丹 順賣丹的話資源就耗比較多 當歸要94個 但是突破金賣你就用到這個東西 啊 永遠不會全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太 需要的亮色太大這樣子 那初期可以先不用了 初期都先那個做這些資子丹 像比如說等一下拿 甘草配 看是配符林還是配那個 來試試看好了 我看一下我的藥材夠哪一些 甘草 甘草夠 配 配上 配 欸配當歸可以嗎 當歸在哪裡 當 啊靠腰是當歸 當歸不是那個 當歸不是那個 資子丹的 欸我今天該不會都把它練完了嗎 欸我看一下喔 今天無聊的時候把它練了一下 白掃靈芝 好啦直接做好了 沒關係那都不是重點 我們不要在意那些小細節 來 呃選取材料 啊 靠要狗幾隻 啊杜仲 杜仲八個 靠要杜仲到十二個 當歸黃靈金針花 符林 欸符林好夠喔 符林十二個 好OK 十六十二 所以這個需要十六個 好這個需要十二個 這都不能直接起數字 好 夠 我們武學 武學世界怎麼可以不練單呢 你看那個 那個 妖神技啊 鬥破蒼穹啊 不管哪一個 玄幻小說的主角 或是武俠小說主角 第一個發家致富的 一定就是靠練單 只有靠練單才能賺錢 所以不管你看哪一個 玄幻小說的主角 第一個學的技能一定是練單 哎呀明慧單 OKOKOK 好就這樣 所以等於每天就是 搞這些東西 那 盡量把一些採集的素材啊 都把它練成單藥這樣子 那 就是等你學到那個 溫黃金的時候 經驗值也比較多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練成單藥這樣 那有空就練 有空就練 把等級先升上來 因為之後也要去解一些其他任務 需要那個高等級這樣子 好 OK 這就是單藥跟我們的那個 料理的一些配方的方法這樣子 好 那今天我們去加入拘魂葛 那拘魂葛的話 我們要先去 之前應該 之前如果你看那個攻略的話 基本上 上次已經介紹過 拿那個拘魂葛的那個 秘辛在哪裡啊 哇 這遊戲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拘魂葛的秘辛 靠腰 拘魂葛的秘辛 對 啊這個啦 然後翻閱 拘魂葛的秘辛 然後 翻一下 假裝翻一下 好 那我們去那個 雙王陣 雙王陣去找那個 農田 雙王陣在 這裡 雙王陣的農田 選25至29 25 啊這個這個這個 農夫這個 欸 這個 王四昌 來打聽 拘魂葛 我們已經看過拘魂葛的秘辛了 那我們就選擇加入 然後 我的園中有個枯樹暗藏機關 動動動 敲示下 就有拘魂葛的那個 枯樹 哪裡有枯樹 枯樹 我怎麼不知道你家旁邊有枯樹 喔這個 這這個嗎 應該是吧 唉唷 枯樹 喔這裡啦 然後敲一下 兩下 三下 欸 一 二 三 三 阿不是說好了 欸 到底敲三下 敲四下 喔 他要連續敲四下是 咚咚咚咚咚 哇靠 這敲還有問題的 一二三 敲 哇操 這還有 這還要那個tempo的耶 我的天啊 好走 進去 哇 拘魂葛來了 哇 拘魂葛帥喔 這長得還蠻帥的 那 這個是 公孫雪柳 有事嗎 我要加入拘魂葛 不要怕 我們跟你們一起打六扇門 啊 加入拘魂葛了 我現在是拘魂葛的墨流殺手 OKOK 大丈夫です 來 那我們 今天再來 晃一晃拘魂葛好了 拘魂葛一開始齁 喔 武庫在這裡 欸 基本上拘魂 那個4D的寶庫齁 每天要買那個4鏈丹吧 力鏈丹 欸造化丹 對對對這個力鏈丹 這個每天一定要買 因為 這個招 這個的那個丹要齁 一兩但是可以加兩千利月 這個 這個非常的優質 那 夜行一喔 夜行一就免了吧 食物量超貴的 好 每天一定要買一個喔 是那個 只要你剛加入的時候 蛤就這樣 蛤 拘魂葛就這麼小 虧你是個暗殺 暗殺的一個地方 就 就這樣 三房 三房兩廳 沒有三房一廳 三房 唉唷 沒有還客 沒有喔 兩房兩廳喔 蛤就這樣 簡陋了一點 好啦OK啦 至少加入了 那我們目前應該有 欸他沒有寫我們加入拘魂葛 欸他沒有地方寫我們加入拘魂葛欸 真可惜 我本來應該會有一個那個 喔他有任務啦 然後 看一下喔 拘魂任務 喔是要人家暗殺 然後 看看還有什麼 進階 沒留人集 地集 天集 然後 攻法全力 這樣子 貢獻可以這樣殺手 好OK大概是這樣啦 好啦 加入拘魂葛啦 還不錯真的是 一個有點簡陋 那個 兩房一廳的一個地方 感覺沒 感覺真的是 有點落魄的一個殺手集團 好大概是這樣 所以今天的內容大概就是介紹了那個 我們的九十 記得那個 有空就去做我們的那個材料 基本上做羊肉湯啦 羊肉湯真的很划算 一個羊肉配一個辣椒就可以了 那再來是煉丹 就是把一些 我們的平常採集的那個 甘草的素材 如果 有點不夠或是那個的話 其實都可以去那個 那個商店買 那個雜藕店買 那基本上 除了枸幾是 枸幾是最貴的之外 好像要兩百文錢 還是多少錢吧 其他的那個 那個 甘草啦 這些啦 這種 這些東西都比較便宜 大概都是四五十的那個 文錢 所以如果 有賢錢的話 都盡量買一買 因為那個 資質單以後會 那個 會需要很多 一個人只能吃三百顆嘛 所以基本上這些單要 那個 量一定是不足的 而且要養四個人 這個遊戲要養四個人 所以單要 基本上也是蠻好的這樣子 OK 那之後四十集 記得看你要加入 六扇門還是拘魂格 那目前加入拘魂格 還不錯 有點簡陋的一個殺手集團 我們就喜歡殺人 大概是這樣啦 介紹給大家 今天比較輕鬆一點 如果 可以去查一下那個 就是 那個 藥的配方 跟那個 料理的一些方式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樣 對 那前面是我喜歡 歡迎支持一下 我文宣囉 感謝收看 下次留言再見